我们称自己为华夏民族,华夏儿女,你知道华夏二字的由来吗? 华夏一词最早建于周朝,上书周数五成,华夏蛮墨,往不率比,意思是华夏各族和蛮墨的人民,无不遵从。 夏是古代枪语特别强大,非常的意思。 左传中说,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,一向被称作礼仪之邦,叫做夏,夏有高雅的意思,再加上中国人的服饰很美,所以又叫做华。 有一种说法,认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建立的朝代是夏朝,他在上古的朝代中文化程度最高,影响也最大,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极为重要的营业。 夏朝从一开始认为自己是中央大国,因此,夏就有了中国的意思。 后来,人们把文明程度高的地区称为夏,把文明程度高的人获足叫华。 华夏合起来就代表了中国是一个有高度文明和发达文化的中央大国, 华夏也渐渐成了中华民族的代名词。 相反,那些文明程度相对较低,位置相对较偏远的地方被称为蛮、遗、龙、敌。